CONFUI一个开源免费的AI绘画工具 它可以很简单 简单到你只需要负责输入就行 比如说左边用中文输入非常简单的文字 右边就能一键输出十分精美的图片 左边输入一张照片 右边就能一键复刻人像 轻松创建AI写真 左边图抹想要修改的物体 右边就能一键让它消失 再比如随意改变图片的光影效果 随意修改图片风格 这些操作都可以十分简单的一键搞定 而同时CONFUI也可以很复杂 因为上面这些功能的背后 都是这一个个节点组合而成的工作流 当你想要自己搭建 又或者是彻底了解其中的运行逻辑 那可能就会变得很费脑子了 但即便如此 最近这段时间我可以说是完全沉迷于其中 上次打开CWeb UI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所以CONFUI到底有什么优势 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又该如何学习呢 本期视频咱们就一块来聊一聊 与Web UI类似 CONFUI本质上也是一个SD的客户端 那相比之下 它对吸引人的要求会低一点 但是上手难度会略高一些 这完全是因为它的这种节点式操作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比较陌生 但相信我只要你学会了这个基础操作 那么后面就会变得十分有趣 而CONFUI的优势之一我觉得就是自由 这种节点的摆放与连接都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这也就意味着你可以随心所欲 让整个界面都变成你喜欢的样子 可以是这样这样的井然有序 也可以是像这样的乱七八糟 怎么开心怎么来嘛 与此同时 这种工作流是可以随时保存并调用的 想要什么功能 直接把对应的工作流拉进来 再输入输出一下就好了 中间的很多环节完全可以忽略 大大节省的时间 比如这个能让图标变得毛茸茸的工作流 用的时候只需要上传这样的图片就行 一键就能出效果 不想要自己搭建工作流呢 就去网上下载别人做好的 拖键来用就行 可能会遇到节点缺失的报错 但也可以在这儿一键安装 最后修改一下模型路径之类的 基本上就能直接用了 你甚至可以把不同工作流的节点拼到一块 这样就可以组合成一个巨型工作流 虽然看着不是特别有必要 但这种界面它看起来就很专业嘛 组合成工作流的这些节点 也是Confi UI的灵魂所在 不仅有官方自带的基础节点 也有大量第三方开发者制作的增强节点 而且这些节点之间并不是孤立的 绝大多数都可以互联互通互相组合 因此就能实现很多意想不到的功能 比如这个AI写真的工作流 就是至少用到了四位不同开发者制作的节点 它们互相搭配 虽然看起来比较复杂 但用起来很简单 可以轻松复刻一张写真照片 当然因为这些节点的开发相对比较自由且独立 每个节点的实现方式可能各有不同 这也就导致了并不是所有的节点都可以互相配合 有些兼容性好 有些兼容性就比较差了 那我一开始还会拿一个表格 把所有安装过的节点都整理一下 方便自己查找 但后来不知不觉这个装的节点实在是太多了 那我就懒得整理了 需要什么功能就直接搜 这样效率反而会更高一点 目前Conf UI的生态算是比较完善了 你想要的功能基本上都能找到对应节点 而且一旦有什么新技术 只要这个代码开源了 马上就会有开发者适配对应的节点 因此如果你想体验最新的技术 那Conf UI绝对是首选 另外节点也不是局限于这种框框的样式 它也可以用来增强界面功能 比如右键菜单里的这几个选项 左边的工作流管理 右侧的资源管理和图片历史记录 这些都是第三方节点的功能 就连这个管理器它也是一个第三方节点 而且还会有一些比较搞怪的 比如说这个节点就会在出图的时候 往屏幕上放一只猫咪 虽然不是很有用 但确实挺有趣的 即便是抛开AI绘画相关的部分 Conf UI也可以当作一个传统的图像编辑器来用 像什么裁剪图片 调整图片尺寸 给图片加水印 又或者是给图片调色 这些全部都可以实现 那看到这儿 如果你对Conf UI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准备学习一下的话 我正好有一些经验可以分享一下 安装软件的部分 你可以直接去GitHub这儿下载 官方就有提供一个整合包 解压之后就可以直接用 但如果你的网络环境比较差 那么最好用秋夜大佬制作的整合包 不仅有美观的启动器 而且还优化了网络体验 会省心很多 教程方面最推荐Nerly同学的Conf UI系列视频 虽然截止本视频发布的时候 它只更新了三期教程 但是这些用来入门绝对是足够的了 推荐看完所有视频之后 自己尝试用这些自带节点 搭建纹身图 图身图这种最基础的工作流 并且搭建的过程中 不要看任何参考内容 这样非常有助于你掌握基础知识 在此之后 你就可以挑选你感兴趣的功能去学习了 不管是高薪修复 还是一键换装 又或者是电商海报 直接用Conf UI加关键词搜索就行 另外直接搜索节点的名称 也基本都能找到教程 推荐大家仔细看看节点对应的Github页面 一般都会有比较详细的说明 另外打开Conf UI目录下的Custom Notes文件夹 这里就是每个自定义节点的文件夹 里面大多数都会有个example 也就是该节点的视力工作流 拖进来稍微研究一下 对你快速了解这个节点会很有帮助 工作流方面呢 在这个Conf UI example里 有非常多基础工作流的视力 如果你愿意把这其中每一个都搞懂的话 那我相信你应该就不会再遇到什么大问题了 更高级的工作流呢 大家可以去OpenArt这种网站上找 你可以选择研究一下别人搭建工作流的思路 也可以选择直接用 反正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嘛 所以总的来说 Conf UI就是一个AI绘画版的连连看 虽然一开始可能会有一点点难 但是你入门之后就会觉得越用越顺手 并且搭建工作流的过程很像游戏闯关 每当我按照自己的设想搭建完一个工作流 实现了一个功能之后 真的会很有成就感 当然如果你本身不喜欢折腾的话呢 那Conf UI可能就不太适合你了 Web UI或者说Focus 其实会是更好的选择 那之后我也会分享一些有趣的Conf UI工作流 或者是节点 这也是我做这期视频的目的 不然一上来就直接讲的话呢 可能很多观众都不知道Conf UI是啥 那么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的话 不要忘了点关注 你可以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